似乎不在家呀 本想试试他的实力 看来白跑了一趟 估计是消灭怪人去了吧 改日再来拜访吧 是 那财都来了 那就吃个寿司再回去吧 太好了 好久没吃寿司了 便宜的回转寿司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满 没有 那是鲑鱼吧 我要开洞了 鲑鱼被拿走了 后面那个是军舰寿司嘛 我来尝尝看 又被拿走了 师傅 鱿鱼上腹转过来了 给我拿下 师傅 对方只是普通人就变 没想到 会在这种地方遇见你啊 地表最强先生 我是为了见你特意前来 咱俩要不落了 想起了帝王隐情 也就是说 进入了战斗模式 那么 是到外面 还是说直接在这里开打 King 你是真的很强吗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战斗的样子 这是 硬 硬 硬 庆先生 怎 怎么可能 是再怎么说也太鲁莽了 真的假的 完全把师傅看扁了呀 和传言中的一样屌啊 对付我手里的剑 只需要一次性筷子就行了吗 嗯 不是 诶 对付我手里的剑 对付我手里的剑 和传言中的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充满破绽不对毫无破绽是吗在我看来不是破绽百出吗你怎么看不到那是故意装的破绽百出而已呢是陷阱啊施加了层层假动作真是个可怕的人啊如果稀里糊涂冲上去肯定会受到很惨痛的反击吧原子师傅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才不轻举妄动的就这么站着相互预判没意思啊来吧 地表最强的男人我也要上了 等等 你说的没错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不过我最后还有一个请求我这里有一个苹果是从刚才店里拿的想请你试试斩了这颗苹果 无所谓 我有个比较奇特的特长 有点类似于给人看相的感觉吧 我只要看着一个人拿刀砍东西 就能看出这个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 我这三个徒弟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被我认可的 像你这样强大的男人到底会怎么去砍这个苹果 我拭目以待把这颗苹果砍了吧 这样就行了 我拭目以待把刀放下了 为什么 刀抜けねえし さっきのポーズしたたけど腕に限界きた これ以上のバッタリじゃ確実にバレる 後ろから絶対こちに乱けるよ もう怖くて振り返ねえ と、試しにこのまま書いてみよう 什么都没做 就这么做 原子师傅 这是怎么回事 没能看到他的刀法 不 他的一切动作我都没看到 这颗苹果 都没反应过来自己被砍了 前面被完美的街上复原了 然即使不伤及内脏和重要血管的让刀穿过 这种事 我也能做到 但精密到穿过细胞与细胞间隙这种神迹 我从来没听说过呀 被当面掩饰了超越原子斩的斩机 我只有闭嘴的份 说什么不懂剑术 真是个令人畏惧的怪物呀 好久没有尝到这等奇耻大乳了 看来 要试探他人的精良 还早得很呢 我貌似还只是个小菜鸟啊 我要从头开始修行 或许将会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苦行 即便如此 你们也愿意追随我吗 是 我还没追随我 一丁薯购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